北京时间2月10日,斯诺克球员锦标赛首轮结束最后两场比赛的较量,比利时名将布雷切尔爆冷1比6输给了吉米罗伯逊,西金斯6比3逆转击败伊朗汉将瓦菲,目前8强名额已经正式产生,包括中国独苗严炳涛,75三杰火箭奥沙利文,马克威廉姆斯,西金斯赫然在列,霍金斯,墨尔本机器罗伯逊,李奇沃顿和吉米罗伯逊。 中国军团本次一共两人参加,头号种子赵星同首轮爆出大冷,他状态一般,尤其是长台进攻多次失手,结果以3比6被霍金斯的乱拳所击败,而严炳涛首轮的对手是吉尔伯特,这场比赛严炳涛一上来就火力全开,迅速以5比1率先拿到赛点,但是随后风云突变,吉尔伯特连追三局疯狂反扑,比分变成5比4,场上悬念四起,关键的第十局,严炳涛终于把握机会, 他轰出单杆59分,一股作气拿下,从而以6比4晋级,接下来严炳涛将和霍金斯争夺四强名额。 七十五三节本次锦标赛首轮再次齐头并进,三场比赛的比分如出一辙,奥沙利文状态爆棚,轰出一杆破百和五杆50,以6比3淘汰了世界排名第二的准神特鲁姆普,马克威廉姆斯,六至三清曲加利威尔逊,西金斯则是后来居上,轰三杆破百以6比3,逆转击败瓦菲, 不得不说七十五三节真的是太强大了,在47岁的年龄依旧能够保持高水平,真的是让人佩服。 目前斯诺克球员锦标赛的八强对阵已经出炉,奥沙利文对轰罗伯逊,两人将迎来职业生涯的第三十三次对决,也是一场巅峰对决, 严炳涛将与四强专业户霍金斯火拼,马克威廉姆斯对阵黑马里奇沃顿,西金斯对阵实力一般的吉米罗伯逊。 其他两场比赛不好说,但是马克威廉姆斯和西金斯正常发挥的话,拿下四强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,让我们拭目以待。 感谢您的观看